跟王老师出门诊 临床来这么一个病人 这实际上呢 西医诊断呢 是个躁愈症 有的医院也给诊断成一个什么呢 反应性的精神障碍 实际上原因呢 是由于老伴去世以后 受点精神刺激 于是乎就产生了一种 有抑郁呀 有的时候还怎么样呢 还有点躁狂 这么一个病人 吃西药以后呢 病情呢 还基本上能够平稳 结果呢 近期发生一些什么事呢 心里特别的烦 当然了 有时也是因为一些琐事 所导致的 突出一个症状是什么呢 每天早晨起来呀 心里特别的烦 根本就待不住 必须要出屋 到外边去转悠去 否则让他来说呀 如果在家里待着呀 那恨不得自己就要发狂 什么时候好转点呢 下午好转一点 而且你看这个人呢 这个蛇呀 脉呀 蛇呢 蛇胎是比较黄 脉相呢 是悬滑 略说慢 蛇指也是比较暗的 当时啊 我们就判断 说这个病人呀 属于什么呀 属于 痰热内扰 哪有痰热呢 是肝胆有痰热 说肝胆痰热内扰 那么用药就应该怎么样呢 就应该倾泻肝胆嘛 去除痰热嘛 用这样的方药 去进行治疗 实际上啊 用了一些什么呢 什么纸石啊 猪如啊 半夏啊 茯苓啊 用了一些这些药物 来去治疗 而且柴虎黄蟹 这些也都用了 我们感觉呢 说用上这些药啊 肯定会有效果的 结果没成痰 一周以后 他回来了 病情温丝没动 也就是说 一点都没好转 我们当时就觉得 不可思议啊 说这个辩证挺准的呀 他怎么会没有 没有效果呢 于是进一步再问 他说下午减轻 说下午什么时候减轻 他说下午一般来讲 是三点以后减轻 我减轻能到什么程度呢 减轻到 说到三点以后啊 我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我就可以 打扫卫生 做家务 做饭 晚上自己做饭吃了 换句话说 自己就比较安定了 王老师一听 说三点以后 三点是下午的什么时刻 是深时 三点到五点是深时吗 深有属于谁呀 属于肺筋 那就说 在肺筋所主时刻 他病情能够减轻 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们中医当中 五行当中的 是筋可以刻谁呀 可以刻木 现在筋旺盛了 筋可以刻木 所以病情能够平稳缓解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能不能用一点药 来使怎么样 筋旺一点来刻制木呢 最后就用一种方法 我们称为叫做 左筋平木法 原来的方子没变 在这个方子基础上 就加了两个药 加了一个杏仁 加了一个什么呀 折备 以利谁呢 以利废气 使废气一调畅以后 废气就旺盛了 废气旺盛就可以 抑制谁呀 抑制木气 抑制肝气 可能病情就能缓解 结果这病人 拿着方子回去了 再过一周回来以后 特别高兴 说这种烦还有吗 我说没了 说当这个方子呀 吃到第二夫的时候 这种心情 懊恼心烦 这种烦躁 怎么样 明显就减轻了 后来这个病人呢 又经过两周的治疗以后 基本上就平稳了 基本上平稳了 这是利用的什么 利用着下午身有之时 属于筋来进行治疗的 吧 对 员 三 二 三